这个花园现在还是光秃秃的 今天来给他把树种上 要用这个大家伙 把树从屋顶上钓过去 搬是搬不动的 说到种树我就特别热情了 不过刨坑连续刨出来两个这么大的石头 你看这个石头 它是比我人还重 算了 有的现在还是得让别人站 有的树怎么都想不到 它这辈子还有机会上天 这可是桂花树 感觉放在花园靠中间的位置会比较好 开花的时候就整个院子都是香香的了 围绕这棵树还可以做一个小景观 用了一把围一块空地 放一副桌椅 旁边种点绣球啊 约尾什么的 我还画了个草图 这个是华南地区 唯一可以长成花墙的乐器 叫鹰霞 我本来以为花墙这种东西 在广东只有做梦的时候才能梦见 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拥有了 以后这个木头就是一个花 还是一个木头 往里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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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桂葳的梨植树 以后结果了 我在这里就可以摘给你一斤吃 这棵是辣梅树 你别看它现在光涂涂的 辣梅冬天开花的时候可好看了 夏天的晚上 闻着紫花香 纳着凉就很不错 这棵是石榴树 之前问我为什么这个这么贵 因为这种是苏州园里面的那种老石榴树 造型也很好看 我回头在这里种点大石头 铺上青砖 放上茶台 再种一点仓谱 就特别古香古色了 这个角角里种的是青梅树 这也是好东西啊 冬天的时候可以看梅花如雪 夏天有梅子酒 碎冰碰壁 想当了 好了 树都种好了 给它们打个吊瓶 明天再来种花 给它们打个吊瓶